咱们再来一盘啊 刚才这盘其实确实是有点短啊 那边是一个叶8杠3的人 就是我这个胜率啊 稍微有一点高 他们就老给我排这些8杠3的 你给我整点8杠1的不行吗 天哪 我都练会儿急的事嘛 真是 练个夜9 咱们肚宽的是吧 非得给我弄点8杠3的 你看这胜率还贼高 300多盘就66%了 我的天呀 这9杠2 9杠3的水平吧 你给我往上排 你好意思吗 我8杠1 哎呀非得整死我算了 我想跳窩心 我想跳窩心 给他玩一玩 我让你300多盘 我让你啊 我让你300多盘 我让你到叶3 我让你来 给他马上 跳窩心 痛快痛快 上马一踩 他必须补像 他不补像 我上马踩局 平跑打局 他拘死了 他刚才那手棋 是必须的补的 我先马拘两个 看来他这棋谱很熟啊 他这棋谱确实很熟啊 我上马一踩局 上马踩局 上马踩局 他这个视角炮啊 老跟着我这勾引着 还不太好 我怎么想的呢 我上马踩局 他一压 我高局一保 他进炮打串 我捕时来不及 他就砍了 是吧 我打中标 炮打中标 是不带姜子 如果他那个中间 要有像的话 我也打一将 把他拘抽了 刚才 这么一想不行 他这棋谱确实挺熟的 他这棋谱 我现在压他一下 我现在压 压他一下 压他一下呢 我再上马踩呢 这回应该就可以了 这回应该可以了 因为他中间是有像的 这回是可以的 然后我进鞠一看 他现在浸泡打串 就不行了 他现在浸泡打串呢 我就是平炮打鞠啊 就是就是依然是平炮 平炮打鞠啊 然后现在一打将 我就把他鞠抽了嘛 是吧 一打将就给他 吃 所以说他刚才呀 还是走的走的那路 他用炮打呢 我就直接吃的鞠了 他刚才这个细节 是没处理好 你不能给我弄点 弄点这个软柿子捏嘛 老给我 老跟我弄点这个 这种强手啊 这种强手 我是需要 需要这个 需要射千套的 需要射千套 他平炮打鞠 我闪开 这棋呀 现在既然他少一鞠了 他已经啊 这棋是不行了 他这棋肯定是不行了 少鞠这东西太大了 鞠这环境在什么劲头呢 他现在双马都被压制住了 然后中间上是少了一个像 他这个棋 诶诶 精彩绝合啊 咱们又到大本牙子吹牛逼的时候了 不是 这个误会啊 误会 他不能这么说是吧 这个上回咱们买的这个卡呀 还剩了十个 咱们稍微的 稍微的扶一二盘 这都是正高 我凭什么这是凉呢 这 这为什么是个凉呢 我平炮对军 这为什么是一凉呢 凭什么扣我分啊 这个 这闹不明白啊 我退窩心码呢 其实他这可能是看着挺熟啊 他可能也不太熟 他也不太熟 所以我今晚主要意思想打他死局啊 这个 这怎么看来着 我退窩心码他不理我 我这一个平炮打死局的气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这怎么弄啊 这个 诶 点一报告 93分 这怎么点呀 这个 这个 这怎么自己动啊 我怎么让他自己动啊 这个 不知道怎么让他自己动啊 那你就得了吧 不知道怎么 怎么让他自己动 这个骑士怎么回事 给我弄懵了 这 这得了 这既然吹不了 就下回再吹吧 那什么意思呢 我平炮打局啊 平炮打局 他不理我 平炮打局 他再打江子 我就把这马叫出来了 看啊 这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啊 我平炮打局 他要是再打江子 我就把马跳出来 一是呢 这个炮看着我的马 二是我双马踩的中炮 他一下就丢子了 然后炮呢 还打着 打着他的局 主要是这意思 然后他这局漏了 不是 这牛咱们还吹上了 咱们牛还吹上了 咱们再 咱们再接着来 来一盘 别给我举饭 别老给我弄这个高手啊 他八个人一 八个人一 我想走瞎眼狗 看看他胜率怎么样 他叶两万多盘 来瞎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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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 吃 娱乐至上 娱乐至上 一般都叶八个叫 不管事了 这瞎眼狗 他完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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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管我了 这个开局可就亏了 至少他们亏两千啊 他不理我 至少他们就 至少是亏 气咋了我呀 吃笑 吃笑他打了 气嘴不太直 现在这期 气嘴不太直 我吃笑他打了 打了 我吃笑他打了 咋了我 上马 上马 他再打 哎呦 吃笑可亏死我了 吃笑这期可亏死我了 瓶泡换吧 瓶泡换的打交 瓶泡换的打交 这这这这 这这几个亏 亏大发了 这个这个 这个开局可亏大发了 一般如果啊 这叶八个瞎眼狗不好使 以后我不用瞎眼狗了 这这这瞎眼狗 一是没有谱啊 被这么多开局谱 全白费了 第二呢就是 这这使不上啊 我这个招我都使不上 上来这光光就往前冲 这谁受得了啊 是吧 来吧 老门门开花吧 开花我吃鸡鼻子 别闹着玩啊 这手棋 他走的稍微有点问题啊 上马打兵 是一先手 嘿嘿嘿 这手棋走的不错了 非常满意啊 这手棋非常满意 他这现在啊 一共他走了一步棋 就走了中炮 一步棋 他就走了一步棋 哎 两步了 现在算 算一下两步棋 从内 不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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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照样办他 乒乓扑就一头办 嘿嘿 也罢下人搞也也行啊 他现在走了两步棋 他现在一共走了两步棋 咱们哗哗全是先手啊 他踢猛了 踢猛 踢猛了 咱们是踢猛了 上了相间吧 又是 哎呦 出局又是一先 这都是白花花的相 哎 刚才我点局下二路 是不是得子了 刚才我点下二路 压两边我得子了 刚才 走坏了 这高兴过头了 这个 咱们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高兴过头了 咱们 哎呀 这没得到粉 这棋 哎呀 很是痛苦啊 很很很 没得到粉 这个棋 我上马一踩 我上马一踩 准备啊 上马换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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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不太厉害呀 还算了 算了 上上相间啊 上相间 用这个马踩着炮 因为咱们 省一炮的话 比较好使 好使啊 然后再把这个 马迂回一下子 然后再往上跳 这样呢 咱们省一炮 要是没有炮啊 实在是不好迎骑 主要是这意思啊 咱们把中炮给省下 准备还赢他呢 主要是这目的 咱们慢慢来嘛 其实他这马呀 现在是一个阵型落点 别看他这鞠 看着马了 他现在暂时看着 他一动啊 扑 中足一载 完蛋 所以他这马是 一阵型落点 咱们现在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别推炮 我举打死了 你比如说我打一枪 你给我蹬了 这个我一换 打不下 还一亏 咱们越来这个嘴啊 就越碎啊 这个碎 碎死 咱们才不就开始 这一通书啊 这个胜率高了啊 就有这个痛苦 胜率高了 就有这个痛苦 就是说 他给咱们匹配的人呀 有的时候 级别tickle 这个练会儿急 等咱们再夜酒 你再给我整点 我酒干一匹配 你酒干二呢 我都认了 是吧 这也差不多 差不多 看来以后对手 越来越难了 咱大把牙子 那个炸鱼的日子 结束了 不过现在也还行啊 现在这个马 踩着他的马呢 你如果把这个马跑了 脑门的开花 一边吃炮 一边吃鼻子 然后扑扑 就一通载 他这鞋叫我蛮 他退炮打局 退炮打局 我这不直接砍马了吗 你认丢啊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刃丢啊 这属于 属于 消极参赛 消极参赛 这绝对属于消极参赛 兵武锦衣 兵武锦衣 这盘头马 就这叫马 闪闪放光芒 马三进五 中路强行突破 这太猛了 谁说夜八 虾肉狗不好使呢 咱们以后还能使啊 咱们以后还能使啊 真猛 大本牙子还是鸡猛 感觉夜八 是虾肉狗 以后我上夜九 照样虾肉狗 照样虾肉狗 什么夜六 夜六以上的虾肉狗 就别使了 跟大本牙那边不好使 这个视频为证啊 对面夜八 一了 你看 两万五千多盘 百分之四十六 胜率 八 八 一 肇死 肇死 咱们我一点毛病没有 他出居 他出居 出居 这个棋 我多一大子 中路就有公式 这棋我都不知道 怎么都好了 我说 我说实话 多一大子 中路就有公式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滑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滑 这中路的这也忒猛了 也忒忒猛了 把这个菊往起去拔 我觉得 往起拔菊 这手棋 有点不控制水温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把菊往起去拔 你呢 过来吃中炮 我呢 把菊往这边一吊 你吃中炮也是高 也是高吊马呀 那你要是田也不行 田也是除江死棋 所以说 拔菊这手棋 有点不控制水温了 但是 事到 事已至此 也是没 也能蒙的办法 声控游戏 声控游戏 他现在得输死一搏了 他得陈鞠将军 陈炮将军了 陈炮将军了 还挺厉害的 你别说 我给大家推演一下 江军 江军 什么江军 现在我不能上老件 可以上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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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就我这张电码 如果我不能上老件 我得补 补 他抽我一将 我落 一吃 我一捅 还是死 要不刚才说 看起来挺厉害的招 其实不厉害 其实不厉害 刚才这种题 应该我再多想 那么两三秒钟 我就能看出这个陈炮将军的起来 但是呢 大把牙子一看优势太大了 就要开始浪了 关键是一边 一边说话 一边解说 我一边在思考问题 所以说这无形中增加了难度 是吧 咱们看那个 相机大师 相机大师直播的时候 这个相机大师直播的时候 他经常说一句什么话 咱还有两盘 还有两盘 到那个 半盘 他经常说 我这个 对手很猛 对手很猛 我就没有时间跟大家说了 我就没有时间 咱们分析 这边才79分 不到80分 但是也可以 但是也可以 这是即可吧 这即可吧 哦 虾羊狗开局 我能不分低吗 大虾羊狗子开局 我的分还 分还高得了 但是这个 这基本上是直线下降 对方是直线下降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咱们开始今天的测评 还是看热闹的人多 平常 对手叫老王 平常 我一发 什么大师对局 什么的 同时观看的人数 没这么多 只有一发测评 大家一开始聊天 这就 人就开始 乌羊乌羊 就开始跺下了 还是喜欢看热闹的人多 咱们走这开局 怎么这么随意呢 我想吃他一个 我怎么想吃你一个呢 真是 吃一个 吃一个就吃一个 是吧 补一个啊 补一个 省着他上马彩装啊 咱们这个 该走的旗啊 得走 别出现大漏 不要出现大漏 先把家五颜色了 省着他进区捉炮啊 先把家五颜色 省着他进区捉炮 然后呢 我一捉他一蹬 我一捉他一蹬 我一打他一进 我一扇 我什么意思啊 我一捉 我一捉他一蹬 然后我一打他 他进区吃我中足 然后我一看他一吃 我刚才算到这儿 我什么我一蹬 他一说 什么 什么听不懂啊 根本就听不懂 你有没有可能长胖 你有没有可能长胖 你要是 他要是长胖 我就跟他来回来去 这么走 走几回合 进区一压 然后退区一捉 这个 应该他也不算犯规啊 这种情形 应该他也不算犯规 就是我一压 他一打 然后我一捉 他还走得挺平稳的 他还走得挺平稳的 我感觉这个棋啊 走到这个棋 我感觉我稍微好一些啊 我感觉我这棋 稍微好好好一些 我这结构看起来啊 要比他好一些 我这结构总体来说 看起来比他好一些 我闪开他进去坐 坐我足 他是一骚扰 闪开啊 闪开主要盯住他这泪炮啊 什么意思呢 他进去坐我足 我就平均 平炮给你对啊 你闪开不合适啊 闪开我有可能炮机抵视 对吧 你如果说跟我对了的话 你这个炮是不是有点问题 我主要 哎 这这 这根本就不理我的吗 依然实施计划 依然实施咱们的计划 就掐了这袋炮 他这担子炮跟这待着啊 咱们就无从下手啊 必须得给这担子炮破掉 吃 蛋子炮必须得拿下 我吃的这个炮他打我吧 吃 所以说咱们得优先考虑他这个炮 优先考虑 现在蛋子炮破了 他想对局以后 我出不来的劲啊 他是这么想 我落实 他主要的意思 不让咱们出老劲 他的意思不让咱们出老劲 这个棋要是想 虽然说有点攻势吧 这想拿下还是这个千里迢迢啊 路迢迢 路漫漫啊 这禁局捉马这手棋啊 咱们暂时是不害怕 因为他这个局啊 暂时离不开类啊 他这局暂时离不开类啊 又有新的想法了啊 他这手棋啊 表面上看起来 可以防住自己底线的东西 但是我这局一评 就发现盯住他这个泪炮了 他杠着局的意思 想跟我对局 但是他有可能来不及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思路啊 他如果刚才没退这个局啊 我肯定就陈底江了 当然他现在退局了 退局他得电炮吧 电炮 他落势不行啊 他落势我就直接杀炮了 他如果电炮 我就平炮打他 你打不起来啊 是吧 我这个底线是有攻是吧 但是他现在杠着局呢 情况要好好的多 但是咱们依然呀 哎呦草 差点点错了 依然呀得实施这个计划啊 一通猛攻啊 这我得闪开 这个这不能跟他对 这对了以后肯定是没齐了 现在就考验他一下 他是现在分炮呢 还是躲一步 他躲一步 他躲一步 我C向腰 我C向腰 C向腰 这手去B走啊 我C向腰 这手去B走 现在我还是先手吃着他炮的 等于说继续催他的沙啊 他现在把这局平过来 我现在准备田中局 来一个全面封锁 田中炮 前面封锁 田中炮 他田中局 他田中局 好像还是不太行啊 不太够用啊 咱们的子弟 这么大的公式 他能守下来 他确实是可以的 这么大的公式 他能守下来 现在凭中炮吧 先给他中炮给架住啊 以后有没有知识款 这样的可能性 他这个其实房子还是真严啊 你别说 他房子是真严 铁打的汉子 你真是铁打的汉子 我服了啊 现在棋盘上呢 他有一个闲的子 就是这个马 他有一个闲的子 这个子 就是马 所以说呢 我还是把局给让出来 把这个局 跟这儿搁着是不行的 他以后上马 我得防着他这个马 他这马不防是不行的 他上了一通乱踹不行啊 他这起 确实防的还是可以啊 这个人叫老王 确实防的还是可以 不过我有什么更好的进攻方式吗 我是后手帮啊 哎呀 对也得对 不对也得对啊 回来吧 回来吧 公事到此结束 你赢了好吧 哎 他不对局 他不对局 他想吃足来 他想吃足来 我把这钉撞一撞怎么样 把钉撞一撞 我呀补一势 我阴他一手 哎 我补一势 我阴他一手 我看你吃不吃我足来 还真来啊 他真来 我现在再摆中泡 我打你措手不及 我再摆中泡 我想想啊 这个我现在再摆中泡 他有可能呢 比如说吃啊 然后我陈底居 他一店 我再一瓶 是不是他就完蛋了 他是不是来不及了 刚才我的意思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 所以说呢 我先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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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他现在应该是不敢吃啊 吃可能真够呛啊 他现在吃可能真够呛 他没准再把局退回去 吃 他真吃 他真吃 他真吃我就陈底居了 这没得说 我肯定能跟你玩命了 你敢吃 我给你玩命是吧 然后这个还是依然是按咱们计划实施的 现在依然是按咱们计划实施的 他现在两个局已经是来不及杠了 刚才我说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给他一荡上 是不是 对方果断的上荡啊 真惨 这咋的真惨的 还得跟美方使得砸心眼了 我真 帅 我刚才能给你BR